當我這個放的那個範例 第一個的話記得就是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反正你就是先去雲端白板的最下面這個把它下載 解壓說賄賂進來 第二個的話呢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九頁開始 第十頁這邊賄賂 然後範例的話就在這邊 那這個範例的話 它是一個外面大瓜湖的創列 裡面的話就一個一個的字典 然後應該從這邊到這邊 而且字典裡面 裡面其實它的Key跟Value架構 裡面的還有點複雜 ID一個嘛 然後底下你會發現那個Adress有沒有 它裡面又一個大瓜湖 那這個大瓜湖它的結構基本上可以 可以看得出來 它應該是地址 地址欄位裡面它又拆成好幾個 包含是哪一條街 哪一個城市 它的郵地區號 而且甚至它的經緯度這邊都有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 哪一個地方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要如果要取得這個資料的話 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解析這個結構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提過啦 你可以Ctrl A 如果你講 假設覺得這個結構很複雜 Ctrl C嘛 那你可以貼到哪裡 先貼到這個JsonEdit裡面 然後貼上的話呢 它的步驟基本上 先把它改成文字模式喔 然後把它Ctrl A 有沒有 刪掉貼上 Bt3 蓋掉也可以 然後再切到這個Tree模式 OK 那你可以看到 我的習慣是先把它全部收折 我就可以看到 它裡面有10個item 那這10個項目裡面包含什麼呢 有沒有 0到9啦 因為它的鎖影值一定從0開始 那每一個項目裡面的話 10個項目裡面 每個項目也有8個 應該算是 因為它是大瓜糊 所以是8個ID啦 然後你會發現喔 這個8個ID裡面呢 又有兩個 它前面是有一個 三角形的符號 表示這個裡面還有放 下一階的資料 有沒有 就剛剛地址嘛 地址底下又有 而且地址底下 還有geo這個也有兩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結構實在是有點複雜 那如果將來我想要取得 像我們剛剛執行之後 它到底取得哪一些呢 你可以看到 它最後取得的資料 我把它Run一下 這個 這個把它直接Run OK 那你會發現喔 它實際上只有取得10欄的資料 那也就是說 第一個應該是它的ID吧 OK 第二它名字 然後再來就是 這什麼 它的 這個吧 username OK 然後其他的話分別把它抓 抓到那個我們的 那你會發現 這個到底怎麼抓的 尤其是像地址有沒有 地址裡面的話 它還有抓這個啦 抓這個叫 這個應該 這個叫電話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底下的話 它Email信箱吧 OK 那這些資料的話 怎麼抓過來 當然第一個你可以先解析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 抓的程式啦 其實 你會發現 有這個模組 在幫忙的話 其實就簡單很多 反正 前面的部分 這個程式 第一行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 舊資料 sales.clear 就是把 這個 ecell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那 這三行的話 其實在做什麼 OK 你特別注意喔 這三行 它其實還蠻單純的 就是利用這個物件 create object的話 就是產生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呢 叫做 xmlhttp 反正以後 如果你看到 這個物件的話 基本上就是什麼 有點像是 虛擬一個 沒有 沒有界面的瀏覽器 去抓取 網路上面的那個什麼 檔案 文字 文字資料 也就是說 我透過它 可以直接抓什麼 把這些裡面的資料 全部抓下來 OK 所以主要是靠什麼 靠這個 xmlhttp 那我這個 把它先實體化 一個變成那個 一個http的物件有沒有 利用它裡面 有一個方法 叫open open的話 就把它打開 那打開裡面 其實需要給它 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 就是你要連結它的方法 欸 get還記得吧 get 我們之前跟 就是主機溝通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要get get的話 就是把參數顯露在外面 另外一個post 目前它用get 好不好 然後呢 網址給它 那後面的話呢 第三個我記得它的 這個force 是要不要同步 OK 不過裏面上都是false 非同步的 然後呢 最後把這個 需求 點send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需求 傳給主機 所以主機 等於有點收到 你的需求 request 你需求 然後它會 response 所以它知道 你要這個裡面的 json檔案嗎 那我丟給你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透過一個屬性 就是response 就是把那個什麼 這個 網路上面 這個json檔的文字 有沒有 就是通通打包之後 把它丟到哪裡 丟到這個裡面 OK 這個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前面 用一個json物件 所以你看set後面 接一個json 所以其實可以把這個 當物件 那這個物件要怎麼解析 通常會跑一個回圈 那這邊我們用for each for each指的是 因為這個物件裡面 有很多個key 所以我一個一個的 把裡面的key 很多item 把它的項目 一個一個分別把它抓過來 其中的話 總共有十個欄位 所以分別應該是抓哪 哪幾個 所以你可以看得懂 我這樣看 把它左右這樣 這樣把它 這個比一下 因為這個OK 這樣來看會比較清楚 我們基本上的話 第一個有沒有發現 先抓這一個 這個item裡面的id 這個意思的話就是指的是 這個是key 實際上我要抓的是 後面這個東西 它叫value 它的值 透過前面抓後面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這個丟到這裡來的話 那得到是什麼 如果第一個應該是得到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isail就會寫第一個資料 就是e OK 理論應該是把這個e寫過來 有沒有 然後再換下一個 以實在推 下一個的話就name name的話後面這個東西 那比較特別的啦 所以這邊的話後面就username 然後再來就email 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那如果像剛剛有看到那個什麼呢 address address後面會有city 有沒有 所以它的下一階 那你的寫法就寫成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它的下一階 它就會取得city裡面的資料啦 OK 那如果假設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city的話 那變成它全部資料都過來了 那會變怎樣 我亂亂看好了 它不行耶 因為等於是 如果裡面有一個是字典的話 等於是很多個資料 你沒辦法放在一個儲存格 也就是一個坑 裡面不能放這麼多蘿蔔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概念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 後面是一堆東西 你不能放在一個儲存格 你就變成 必須要給它一個範圍 才有辦法放 OK 所以這個地方不能這樣放 也就將來如果說 你有很多資料 你不能直接放在一個儲存格 這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也就是你只能刮鬍之後 後面跟它講說 你到底要city呢 還是geo geo也不能放 因為geo裡面有兩個 變成你要geo裡面的哪一個資料 才能放一個儲存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等於是一個蘿蔔只能放一個坑 OK 所以你變成你要解析出來 變成一個坑 才能放在一個蘿蔔 OK 這樣慢慢有理出一個這個概念之後 那以後你再去解析別的資料 應該就比較容易一些些 其他company的話也是一樣 company的話有三個 所以它抓name 所以最後得到的是name 這樣的話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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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有個i等於i加1 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邊i等於1 意思說從第一列開始放 那以要往下放 所以你下一列的意思 就是把它放第一列先開始放 第二列第三第四第五 然後分別呢 就把它全部跑完之後 那得到的結果就可以看到了 OK 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 所以後面的話請各位 也許可以試試看 假設不要用它的預設的範例 換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 如果可以的話 那表示你將來在存取這個jason 應該用這一招就很夠用了 有沒有 你只要能夠了解它的結構 那抓什麼東西出來 那當然要切記 一個蘿蔔一個坑 所以如果它裡面假設有很多蘿蔔 你就要把蘿蔔給分開 才能放進那個坑 OK 那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這個 它這個網站目前好像都免費的 然後它有提供另外一個 我覺得也將來也會需要用到的 就是將那個Excel檔案有沒有 輸出成jason 那因為反向嘛 我覺得這裡面有個範例 裡面蠻好用的就是 將來可能會有個需求 就是說 怎麼樣把Excel裡面的資料 再把它匯出去 反向會出去 反向會出去 因為一個表格怎麼變一個jason 可能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將來客戶都要跟你需求 說 你我不要Excel 我也不要CS 不要jason 有沒有 因為現在可能 未來可能網路上交換資料 未來可能會用API 他說 那你給我一個jason 會對我來說 比較方便 因為很多程式資料交換 都是用jason 那怎麼辦 我如果希望 把資料再轉出去 並存成一個jason 那怎麼做 那剛好那個網站裡面 我看到它有這個範例 還蠻好的 那這個範例的話叫 叫Sub Excel ToJason File 那就頭尾在這裡 那基本上的話 我這好像不是把全部資料存檔 我好像挑了幾個 Name Email 跟那個 Phone 然後 我試試看 最後其實存檔就這個 也就在低疊 不過你可能要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低疊 我們這邊電腦應該有低疊吧 有低疊 如果我希望在低疊底下 存一個檔叫什麼 叫data.jason 把它存過去的話 那該怎麼做 剛好引用的 主要就是用那個 剛剛的那個模組裡面 有一個方法 人家寫好的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去看人家怎麼寫 不過我是看一下 我發現 哇 真的太複雜了 包三包 可能 當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其中的話 裡面也叫convertToJason 那你需要給他什麼 給他一個item 跟什麼 空白 這應該是什麼 這個 whitespace 這 等於 倉數2 2 是不是給他兩個空白 我不知道 反正這是不是可以修改 可能也許試一下 那我把這一段先 亂亂看好了 看看這樣 OK Ctrl C 我是把它放 云都白板上 第12頁 你們再找一下 然後在底下這邊貼上 也就是說 我沒有多了一個 叫 Excel ToJason File 我印象中 好像Excel 內建功能 即便是最新版 好像也沒有 ToJason 好像沒有 你們如果有的話 再跟我講一下 我印象中 沒有的話 這個可能還是要自己寫 可以 那這個程式的話 我們來亂亂看 所以 這個 我印象中 是 C 應該是 這一欄 C 是這一欄 這我再亂亂看好了 你們先試試看 把剛剛講的部分 再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 試著把那個 表格裡面的資料 存成 跟Jason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